叫跑SUV 这个细分市场越来越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自从宝马资料开了个好头之后 大家也分分效果 而且在这个领域比较亲民的 也就马自打做的还不错 但再低价位的似乎就没有什么了 毕竟自从仲泰洗白之后 再也没见谁能喊出 世界豪车看仲泰这种惊天地气贵神的口号 可仲泰怎么能白白浪费这个市场 把蛋糕红手相让呢 所以仲泰旗下的军马开始打起了歪主意 和自己大哥不一样 军马不学豪车 只学有情怀的产品 这么18年刚开始 就推出了旗下第三款车型MIT5 定位也是一款叫保安CV 可网友们都说这像极了马自打的CX4 但从叠照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款车和马自打CX4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可以说车标一打 连马自打自己都会认错嘛 这款车除了壳子之外 唯一值得提的地方就是发动机了 该车搭载了一台30的1.5T发动机 其最大输出功率为150马力 传动方面会匹配5MT和CVT变速箱 车能尺寸方面 该车的三维数据为 4680毫米 1868毫米 1625毫米 轴距为2720毫米 倒是比马自打CX4长了不少 说实话 这件事估计连马自打都没想到自己会被盯上 毕竟重态历来都是以造豪车而出名的 而马自打CX4这款车 虽然销量也不算差 但要说起热销还不至于 而军马竟然偏偏盯盯上了马自打这款车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以后重态将会无差别的开炮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智哥行车制 智哥的工资与你的点赞挂钩 快快动动手指给智哥点赞吧 老板决定每点一次就奖励智哥五分钱